48.大闹毕业宴会 一切都似乎恢复了正常 我再没有变形的能力 再也没有感觉到能够吸收能量 走在外面也再没有女生注意我 揪起皮肤的疼痛感也非常的清晰 没有人跟踪我 也没有警察会给我打电话 更没有人会来杀我 我开始感到正常的饥饿 吃米饭和炒菜也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我正常的不能再正常 普通的和我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还应该怎么做 跳楼 估计真的摔成一滩血肉模糊的烂肉了 到处去说我那些非匪一所思的故事 估计真的只有去精神病院了 我本来还非常的想变成一个正常人 而突然之间就恢复成正常人了 却有一种深深的失落 我真的是个疯子吗 真的在疯狂的想象中过了这么长时间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我突然意识到 我再没有必要为了什么 而折腾自己了 我情绪不高 但是能够承受 接下来 一切都很顺利 第二天 我们班上用了一天的时间照毕业照 见到了久违的班上的所有的同学 刘真的伤也应该好了 尽管脸上还是很苍白 但是也一直淡淡地笑着 晚上 大家来到了学校外的餐馆 站了一个大厅 做了四五桌 大家都很兴奋 畅想着自己的未来 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 也是信心十足地谈论着自己的计划 我和我们寝室的同学 隔壁几个关系好的同学 凑成一桌 把菜吃了一些以后 真正的大戏才开始 九九九 一瓶一瓶的白酒和啤酒 被拿上来能喝酒的 不能喝酒的 都敞开了喝 没有更多的理由 就只有一句话 四年的同学了 干杯 很快 有人喝得危罪了 开始有人激动地大声吆喝 有人开始哭 越来越多的 都宣泄着自己的情感 不容易啊 四年了 马上大家就要分离 离开学校 走向不知道的未来 周宇应该是已经喝醉了 满嘴胡话 满房间地跑着 和他的一些朋友 一杯接一杯的干啤酒 拉着几个人扯着嗓子唱歌 朋友啊 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曾经最爱哭的你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分给我烟抽的兄弟 很多人都哭了 没有哭的 眼睛也都红了 寝室的女生们围在一团 几个人已经抱在一起 哭成了泪人 没有人阻止这一切 包括陪同的几个老师 也只是忙着照顾要吐的男生 曾经 刚进大学的时候 见到一些毕业生 站在酒店门口抱头痛哭 还觉得诧异 现在轮到我们了 才真正体会了毕业生的心情 因为 对未来一无所知 因为对命运无法猜测 因为大学生涯结束了 我自然也没有幸免 在几瓶啤酒下渡以后 脑筋也顿时不太灵光了起来 我哭得格外的痛快 结束了结束了 我的大学结束了 不仅因为我的大学 更是为了我在最后一段时间里 噩梦般的一切 周宇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身边 提着一瓶啤酒 给我杯中加得满满的 把我的肩膀一搂 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说 兄弟 你要保重啊 我也伸出手勾着周宇的腰 把杯子举起来 激动地说 我们还会见面的 周宇嘟囔着 说 会的 一定会的 老子五年之后 开车来找你玩 我说 我相信 说好了呀 五年后坐你的车 周宇说 好 干 一仰脖子 就把酒干了 我也不示弱 一口干了 周宇见我也喝了 使劲地抓了抓我的肩膀 说 可惜 李莉莉死了 要不 我一定找机会 向她表白 我摁了一声 说 你喜欢李莉莉 周宇说 喜欢 其实我一直在吃照亮的醋 我笑了笑 说 还说这个干什么呀 周宇拍了拍我 说 我也吃过你的醋 别介意呀 转头就走 我有点想吐 一直有口酒 想往上翻动 我强忍住 喝了两口 甜羹压了压 突然就感到一阵心酸 李莉莉 赵亮死了吗 李学高 也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李莉家的失踪 现在还没有解释 这些难道也是幻觉吗 这些惨烈的事情 不都是真的吗 我胸口郁闷 难受地坐了下来 陈正文却一走到我的身边 坐在我旁边 把杯子里的酒分给我一半 说 老三 还好吗 我很惩能地说 能喝 我们干 我说着 就把杯子举了起来 陈正文和我碰了下杯子 说 老三 借你的钱 要晚点才能还你了 我马上打断他 说 老大 说什么呢 不用还了 陈正文尴尬地笑了笑 说 你可能知道 我有的事情瞒着你 我是不敢说 我害怕 真的 我脑海中浮现出陈正文的一幕一幕 在派出所中 他承认是自己杀了李莉莉 为刘真顶罪 他真的很伟大 他找我借钱 给刘真打胎 这不是假的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 要不是陈正文说起借我钱的事情 我好像已经把这一切都忘了 我看着陈正文 说老大 别说了 我理解你 陈正文说 让一切都过去吧 一仰脖子 一饮而尽 我跟着他喝掉了杯中酒 陈正文拍了拍我 走开了 我再次激烈地想吐 看来已经到了我吐的时候 我还是强忍住了 但是 我的眼泪再次地涌了出来 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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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们的未来 是不是一个又一个地死去 一个又一个地离开我 永不能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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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边嘈杂的声音开始远去 朦胧的 好像只是梦中的声音一般 他们的喜怒哀乐 都变成遥远的挣扎 我们在干什么 就这样被人利用着 度过一生 明明已经死了 却还一模一样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不是幻觉 这不是幻觉 哪怕就算是幻觉 我也要告诉大家这一切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 向着人聚的最多的一桌走去 刚走两步 旁边冲出来一个人 把我一拉 我一看 是大头无缸 他拎着一瓶酒 一把我拉住 就把自己手中 倒满了酒的杯子 塞给了我 有点激动地说 张清风 我一直很后悔 李莉莉死的那天晚上 我是真的看错了 我不该那样说的 我当时 我按住吴刚的肩膀 说 你别说了 我求你 我没有怪任何人 一仰脖子 一饮而尽 吴刚也没有再说什么 拿起啤酒瓶喝了起来 我拉他 说 别 慢点 吴刚根本不理我 咕隆咕隆地一个劲喝着 我再不想阻止他 我记得我吃掉周宇的时候 周宇说 就是他冒充了我 穿了我的衣服 这怎么可能会是幻觉 难道大家都有幻觉了吗 我没有想吐 只是多了一股巨大的勇气 我再没有看吴刚 静止向人最多的那张桌子冲去 我扒开人 通的一下跳上了桌子 大吼一声 大家都听我说 大家都愣了 所有的目光向我聚过来 有人喊道 张清风 你下来 你喝多了 说着就有人拉我的裤腿 我猛的一脚 把桌子上的几个盘子踢飞 吼到 我没有罪 大家听我说 我们班上的人全部都不是人 真的 全都不是人 请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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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地安静了一下 有人就又冲过来 想把我拉下来 这个时候 谁还能把我拉下来 我猛地一扭头 谢文正一脸死灰地站在旁边 我把谢文一指 歇斯底里地吼到 他 谢文 是我们班上的管理员 他知道一切 我们班上的所有人 都是他的玩具 一片大乱 我继续语无伦次地吼叫着 把桌子上的碗筷全部踢飞 竭力地不让人把我拉下来 我只觉得脑袋中一片灰白 好像没有意识了一般 只是吼叫着 吼叫着 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起来 我只看到四周的一切都变成光合物的重影 一切的声音都如同浆糊一样混成一块 只有嗡嗡嗡的响声 一切 越来越模糊 直到一片惨白色涌来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 我哀悠一声坐了起来 额头还在冒汗 身边的蒋灵也嗡了一声 慢慢地坐了起来 扶着我的肩膀 说 清风 你怎么了 我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 转过头 微微冲蒋灵笑了笑 说 没事 我做了一个梦 蒋灵光滑的身躯 靠上我的背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 说 怎么 又做噩梦了 我说 也不是噩梦 而是我梦见了我大学毕业那会 我的一些荒唐事 蒋灵笑了笑 说 就是你以前和我说过的 你们搬上大学毕业前 发生了凶杀案 你受了刺激 出现幻觉的事情吗 我回过身 轻轻地 把蒋灵搂住 说 是的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了 突然梦到了 还是挺后怕的 蒋灵恩了一声 温柔地说 都过去了 别想这么多了 你还要睡一会吗 现在才六点 我转头看了看床边书桌上的垫子中 的确才六点刚过 我笑了笑 说 不睡了 睡不着了 你再睡一会吧 我去买早点 一会叫你起来吃饭 蒋灵甜甜地笑了笑 说 好的 我再睡一会 你昨天晚上太厉害了 我坏笑了一下 说 睡吧睡吧 我穿好衣服起来 洗漱完毕后 拿着饭盒走出房门 轻轻地把门带上 今天早晨的天气特别好 尽管入秋了 微微有点凉 但是在这个山谷中 空气格外的好 我伸了伸懒腰 自言自语道 早上好啊 怎么梦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事情了 也真是奇怪呢 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在梦中还是这么清晰 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转过头去 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运动服 向我走来 我笑着应了声 说 谢组长 也这么早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